近日 火箭军组织多支 核应急救援力量 在荒漠戈壁深处举行核医学救援演练 演练开始 接到指挥部命令后 救援人员在短短数分钟内就完成了状态准备 迅速向污染区挺进 一展开区域 进行环境辐射气量增减 是否明白 指挥员立即派出辐射侦测小组 对污染区域进行快速侦测 对有害区域进行全面洗消 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害 判明战场情况后 不到20分钟 辐射监测站 分减站 洗消站 手术帐篷等 多个专业医疗救治设施就搭建完毕 各组立即组织自身防护 穿戴防护服 面对真实的合生化战场环境 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在医疗帐篷和战地手术车里 医疗人员对伤员进行现场处置 不到一小时 救援队已完成现场救治伤员二指余名 通过针炼十倍 不断提高火箭军和医学救援力量的 快速响应 高效处置和精准救治能力 这次演练是历年参加人数最多 装备最新 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 全面检验组织指挥 部署展开 医学防护 快速救治等七种核心能力 第二次用来参加人数最高手 还在两次进行动